最坏状况会发生到5乘5乘5这种吗 或者是6乘6 就不会啦 就是说你如果说是很疏于防范的话 他的儿子就是3啊4左右 1乘3乘9 一个月之内我们就会看到1000多的病例 李冰颖直言 目前社区群聚感染最坏状况 一个月内将出现1000多个病例 但如果民众防疫做足 就能减少基本传染数 也就是儿子 如果小于0.5 病毒传播到最后就会趋近于0 但是李冰颖也认为 这两天本土病例暴增 从时间点来看 不排除和华航诺富特群聚有关 但陈时中保守回答 整个的一个情境 时间点会有那样的一个可能性 不过问题是 确实没有找到他的一个关联性 接触点 所以讲说跟他华航这样 有一点言之过早 陈时中认为 把后续确诊的本土病例和华航诺富特 绑在一起还言之过早 但如果关联性不高 也让人更担心 因为除了华航诺富特案 确诊39人当中 从病毒分析 至少就有三个感染源 但是还没找到源头 又爆发宜兰游艺厂确诊8人 卢舟师子会11人 12号又再扩大到基隆 以及万华两间不同的茶艺馆 目前感染源都还不明朗 如果没有关联性 等于去掉华航诺富特案 不排除还有五条传播链 而指挥中心也规划 一周内将恢复医疗院所的裁减站 扩大匡列接触者积极筛减 来降低群聚感染的潜在威胁 TV新闻新闻节目 稍微调报导